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教这个简单的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 你看,如果有一段文字 你点了就可以换video 点了就可以换video 我想我们在互动的考量跟考虑上 就可以有很多思考出来 这个很简单,超级简单 那点那边呢 就是你指定的那个video跑出来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 简单到快抓狂了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把肯波勒叫出来 肯波勒是我们的教学软体 基本上就是跟着肯波勒在跑 我那个录影的功能换 所以有些事情要调整一下 老样子 各位,当你滑鼠滑到这边的时候 按住滑鼠左边稍微拉一下 稍微拉一下 稍微拉一下 就是宽度跟它设定一下 干嘛,你看宽度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跟它设定成什么 宽度是640 然后呢,Margin Auto Margin Auto 这个是指宽度640居中 你就先跟走的学,不用管 Enter多万旗下,创造可编辑区域 什么叫可编辑区域 这个地方你滑鼠点点点,它就会跑 这个地方之外的,你点个半时也跑不出来 这很重要 做多了你就知道为什么重要了 来 格式,页员标题与属性 第三个动作是这一个UTF-8 这个讲了几万倍还是要讲 你要同学还是会忘记好 那开始这么简单 那很简单啊 首先呢 首先我们把一堆字,首先把一堆字复制过来 首先把一堆字复制过来 抓一样 忘了我再附 陆语谈啦,没关系啦 这一堆字呢 就是我们那个VDI 就是我们那一堆字 你看哦 那我们习惯这样子的 我们习惯把字放在DIV里面 一个区块嘛 一个区块好处理 然后你看呢 你看呢 我们先 好,这里有一个Bug 你看哦 我们一般而言 你如果不是在区块呢 你按 这里有没有跑出来 如果你按这边 贴上文字不含格式 没有 你就原始码按一下 设计按一下 原始码按一下 设计按一下 好 跑出来了 你看哦 这个字又贴上去了 有没有 这个字又贴上去了 但是呢 Compost有个Bug 你如果是在DIV 我们刚才已经这里了嘛 设定DIV 你如果在DIV的时候 你按右键 贴上不含格式 你看DIV就不见了 那不是我们要的哦 我们希望把很多东西 是设在DIV里面 比较好控制啊 你不要问为什么 你看多了就知道 就会是这样子哦 然后呢 如果按右键 贴上不含格式不行的话 那你就从这个地方来编辑 有没有 贴上不含格式 跑进去了 基本上就跑进去了 基本上就跑进去了 好来 然后我们把video呢 我们把video 这个video你应该知道嘛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video 按分享 按迁入 就是这边 复制 这边复制 来 那composer composer 我们先把一个video插进去好不好 怎么插入video 插入 HTML 因为刚才我们call的是原始码嘛 它其实是绑着iframe v v 视频 视频或者video呢 它是用iframe 这样一个语法把它包起来的 你也不用管插入 基本上 video就 video就进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最基本的开始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很简单 然后呢 我们在做 先忘了写 先忘了写 没关系 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反正我的滑鼠那边会有 我会跟你写在那边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互动 首先你要把jackory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代码把它写进去 就是这个 script jackory 这一个呢 复制 复制 我会写在下面这边 我会写在上面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一样 然后呢 按原始码 你先把它贴到body body 多一个VR没关系 你把它贴到后面 这个就是jackory 反正呢 他把电脑设置为可以互动的状况 就会是这样子 好来 然后再过来我们要开始 互动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一个地方 就是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个 这个 各位你们看到 你们看到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代码 这个是警字号 对不对 然后A001 A001 这个叫做警字号叫做ID 身份证 身份证 你也不用管 就会是这样子 身份证就会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身份证A001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个身份证A001 就会是这样子 有身份证A001 所以呢 我们这个iframe 就是这里 你先 你的身份证A001 身份证这个名字 你可以自己取 我们是A001 所以 所以 这个video 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video 就是iframe 这个video 就是iframe 你如果看不到这个DOM 你按最下面 这个地方就会跑上来 这叫iframe 对不对 点一下 这个 这一个video 就是iframe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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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得出来 你要看得出来 html 属性点两下 有没有看到 ID 这边有个ID 刚才我们写什么 A001 对不对 A00 A001 就会是这样子 确定 换句话说呢 我们 给 这一个video 一个身份证 叫做A001 就是这么简单 给他一个身份证叫做A001 就是这么简单 好 然后呢 我们先把 这个这几个嘛 这几个 这个是我们点进去 要跑出来的嘛 好 跟他加一个底线好了 好不好 跟他加一个底线 加个底线 大家比较知道 OK 好 加个底线 其实加个底线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这里叫span 这个叫一整个框框 一整个框框叫DIV 然后呢 里面的某些字 我如果把它加底线呢 或者变色呢 就是只用用span 这个东西把它绑起来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字啦 刚才DIV是一个区域 这个东西是字 字我如果把它加底线 或者变颜色 是指我用span把它包起来 用span把它包起来 对不对 要用span把它包起来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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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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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复制起来之后呢 这个span 点一下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这个 HTML属性 这一次我们什么 JavaScript事件 onclick 然后把它贴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啦 这一个 这一个 我如果onclick按下去的时候 代号是A001的东东 我们刚才是不是给他一个身份证 A001 对不对 身份证是A001的东西 他影片的网址就会换到那一个东西去 所以我们要把影片的网址 跟他贴上去 懂我意思吗 然后这个是 我看一下 这个是 马告嘛 马告是这个 这个video 马告的video就是这一个 对不对 马告的video就是这一个 马告的哦 按分享 按迁入 哪一个地方 那同学注意哦 这里哦 SRC 有没有看到 SRC Source Source 内容 这个地方就是网址 所以把这个网址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网址 把它扣下来 把这个网址 把它扣下来 就是SRC 就是这里哦 这里有两倍 这里又有两倍 两倍跟两倍中间 这个就对了 两倍跟两倍中间 两倍 SRC 这里有两倍 这边又有两倍 两倍跟两倍的中间 就是 这一个video的网址 就是这个video的网址 我们把网址什么 把网址 跟他贴上去 贴上去 这样就对了 你就不用管他 确定 然后 第一个有了 第二个呢 我们这边也要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圈起来 刚才那个是加底线 我们这个地方呢 跟他换 换字的颜色啦 这是给你练习用的 让你知道有多种变化 比方说换蓝色 OK 可不可以蓝色 这个地方上面 这边有一个两个嘛 这是下面的背景色 这是上面的颜色 你看 颜色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span 对不对 这个span是这里 我们给它变化 加底线 第二个span是什么 有颜色的这里 其实都一样 意思就是说 这堆这堆字 这一些字 我把它产生变化 这个字 我是用所谓的span 当代号 所以我要第二个嘛 第二个是点起来 一样点 点这一个地方 然后 HDML属性 跑出来了 一样 这个地方是onclick 然后呢 我们再把什么 这个我们交过 再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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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 选起来 这个 复制 然后要干嘛 老样子嘛 那意思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当我 对这个span 按下去的时候 onclick 对不对 当我对这个span 按下去的时候 代号 代号是 身份证A001的这个东东 记不记得一刚开始 我们这个有跟他设身份证 对不对 当身份证是A001的 这一个iframe 他的网址就要换成这一个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网址找出来 国家音乐厅 我们把国家音乐厅 这个我事先做好的 然后事先帮你找出来的 分享 OK 迁入 分享迁入 你看这个找到了 就是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 你看SRC 有没有 这个SRC 两倍 SRC后面的两倍 就是这边 这个 这一倍 跟这一倍 两倍 跟两倍的中间 跟他 复制 复制起来 注意哦 SRC Source来源 这里有两倍 这里有两倍 两倍跟两倍的中间 跟他圈起来 跟他复制起来 再把它贴上 影片网址嘛 再把影片网址 跟他贴上 贴上就可以了 确定 哎呦 这两个都可以互动了 第三个 我们一样把他圈起来 第三个再做底线好了 我其实比较喜欢底线 你说你要两个 好啦 又是底线 又是加颜色 可不可以 可以 哎呦 又是底线 又是加颜色 但你不用管他 这个都一样 一个span 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span 就是这一个 第三个span 就是这样子 整个圈起来 大大的框框 DIV DIV是区域 是框框 框框里面的字 我跟他 某一些字 我要跟他设定 设定颜色 底线 就是span 所以我这边有三个span 就是第三个嘛 对不对 第三个嘛 一样 HDML 属性 拉上 不是不是不是这里 Javascript UNCLICK 互动 他们像互动一样 再把这个什么 复制起来 上面这个复制 把它复制起来 老样子 内含子 把它贴上 这什么意思 再讲一遍 当我对这一个 按下去的时候 当我 当我对这个按下去的时候 我对他按下去 UNCLICK 对他按下去的时候 身份证代码是什么 001的这一个东西 身份证代码是001的这一个东西 他的网址要改变 所以这个是什么 桃园机场 桃园机场就这一个嘛 找出 这我事先帮帮你找好的 分享 签入 就是这个 签入这里这里 SRC 两倍跟两倍中间 SRC 叫两倍哦 两倍跟两倍中间 复制 复制 复制跟复制 OK 然后呢 在影片网址这个地方跟他贴上 贴上 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做一个video 给他一个身份证 然后告诉他 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他的影片的网址要换掉 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子 储存 确定 存在 桌面上 然后呢 存档 好 浏览 把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哎呦有了哦 你看好 这个点下去 有没有 国家音乐厅 点下去 点下去 哎呦 怎么没有出来 点下去可能没有做对了 马告 有没有 马告 国家音乐厅 有没有 你如果跟着做应该是不会错了 刚才这个地方 不晓得哪边没有做对 不过呢 我先懒得做了 大概跟着跑就对了 至少这两个对嘛 大概你就可以了解 这样子的运作的状况 跟学会使用这个形式 每天教到这边 写各位